已軍攻入漢尤尼斯中心地帶 拿下哈馬斯大老闆住宅 澤連斯基首都基輔市中心散步 粉碎政府正面傳言 西方主流媒體首次指秦剛已離世 中共展開斯大林市全面清洗 目的全面調整中國和中企信譽為負面 富豪大幅外逃 大家好 歡迎收看時事金掃描 我是金燃 時事金掃描需要您的支持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啊 您的隨手的點贊和留言都是可以幫到我們的 如果您喜歡金掃描的內容呢 就請轉發推薦給您的親朋好友 要是能看完節目中出現的那些廣告呢 我們就更加感謝了 以哈戰爭已經進入了一個關鍵的時刻 不但哈馬斯在加沙南部最後一個據點城市將被拿下 連加沙哈馬斯排名第一的領袖列以色列頭號通緝犯的新瓦爾的住宅也被包圍了 從上週末開始以色列軍隊對加沙南部的最大城市漢尤尼斯展開了圍攻 12月7號以軍宣布已經攻入了漢尤尼斯的中心地站 而漢尤尼斯被認為呢 是哈馬斯在加沙南部最重要的據點 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6號就曾宣布以軍包圍了加沙哈馬斯領導人 新瓦爾在漢尤尼斯的住宅 還記得我曾經在一集的節目裡啊 專門的介紹了以色列曾列出了一個有排名順序的黑名單 那麼這個新瓦爾呢就是名列第一 如今啊他的住宅其實已經被拿下了 我們來看看當時的景象 雖然新瓦爾已經不在那所房子裡了 但以色列國防軍的發言人表示說 哈馬斯軍事總指揮新瓦爾就在漢尤尼斯的地下隧道裡 我們的任務就是找到它並幹掉它 我們很快就會取得真正的勝利 同一時間在加沙北部以軍的海水灌地道的戰術是效果驚人 以軍發布的新照片大規模的抽海水淹沒地道之後呢 在7號以軍就抓捕了大批不得不從這個地道裡逃出來的哈馬斯分子 那麼照片中這兩卡車裡面都是裝滿了從地道裡跑出來的戰服 我們來看一段以軍往地道裡灌水的片段 另外呢 以軍還公布了新影片作爲證據證明什麼呢 哈馬斯是公然違反國際法在平民住宅 甚至是聯合國設施和巴勒斯坦難民帳篷附近發射火箭攻擊以色列 無人機拍攝到了在地面上的一排可發射火箭的地下軍事設施 正在向外連續發射火箭彈 那麼這個發射口建在哪裡了呢 我們來看看這張圖 哈馬斯的火箭發射口在這裡 它就在這棟大的building上面寫有UN 也就是聯合國機構的建築邊上 還不僅如此啊 以軍還公布了哈馬斯利用加沙的學校來掩護他們的地道竖景 地道口呢就在學校大樓 這裡不足15米的地方 我們看到哈馬斯的戰鬥沫 15米深深 正在外面的教育 不超過15米外面的教育 這是一個教育 十年代的教育 在加沙學校和診所附近存儲的大量武器 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的彈藥庫 幾百枚長長的火箭彈 各種類型的迫擊炮彈 反裝甲武器 地雷 槍支等等鋪滿了地面 這是在一所學校和診所外發現的哈馬斯的武器庫裡的裝備 這邊以色列的進攻是勢如破竹 而另一邊呢 面對世界第二大軍事集團的俄羅斯 烏克蘭的大反攻進行的並不順利 雙方呢 因為已經都進入了延東氣候 是舉步維艱 戰場是呈現了一種具地爭奪的膠著狀態 12月6號 在烏克蘭武裝部隊紀念日這天的早上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錄製了一段 在首都基辅市中心 他散布的這樣的影片 表示無軍將會堅持抗戰到底 這也破除了什麼呢 近日網絡上流傳的所謂 烏克蘭政府發生了政變的謠言 本來喧嚣一時的中共前外交部長秦剛事件 已經是歸於平靜了 但美國主流網站的一篇文章 讓秦剛事件是再起風雲 美國著名的政治新聞網站政客也叫Politico 12月6號在它的歐洲版發表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習近平進行斯大林式的全面清洗》 文中專門提到了中共外交部前發言人秦剛在擔任中國的首席 禮兵官之後呢在2014年至2018年期間呢 是專門負責習近平與外國政要的大部分互動 而這篇文章的爆點在於啊 它是西方主流媒體首次表示 據多名能夠接觸到的中共高級官員的人士證實 中共前外交部長秦剛已經在7月份 是在北京軍方的醫院逝世 他是死於自殺或者酷刑 外界分析秦剛是涉及了與原國防部長李尚福和火箭軍的秘密 這也就是為什麼幾乎在秦剛失蹤的同時 中共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副司令 劉光斌以及前火箭軍的副司令員張震忠也全部失蹤 近期啊在中共斯大林市的全面清洗下 幾百名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和政府高官被逮捕 失蹤或者是自殺 用政客的這篇文章的說法呢 那就是朝廷內有些東西已經是爛透了 最近啊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在談論 中國人權的時候稱世界上不存在 定於一尊的人權發展模式 這句話可是引發了網路翻車 你想想這還得了 定於一尊啊這個詞 而在中國可是個默認的專有名詞 居然敢說不存在 所以大量網民指王毅是高級黑啊 不小心說漏了嘴 甚至是暗示習地位不保 這個世界不存在定於一尊的人權發展模式 其實啊爛透的何止是朝廷的政治環境啊 中國的經濟環境最近也被國際權威的信用評級機構 穆迪給蓋觀定論了12月5號 穆迪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 從穩定調為了負面 並且警告中國地方債務風險 房地產行業的危機呢正在加深 緊接著在12月6號 穆迪是再接連將中國的香港和澳門 以及18家中企的評級展望呢也有穩定下調至了負面 其中呢就包括了阿里巴巴和騰訊 那麼這一次被穆迪調降的企業呢 還包括了中車 中移動 中海油 中石油 中石化 還有東風汽車等等 穆迪指出來啊 實施國安法以及改變選舉制度是大大降低了香港 對跨國企業的吸引力 有人可能會問啊 說穆迪的一個評級又能怎樣啊 穆迪啊 可是作為世界三大評級機構之一 對國際商貿圈的影響巨大 這種大規模的負面停價呢 會引發連鎖的反應 首先將會觸發外資更多的拋售中國資產 那麼接著還有可能會引發人民幣匯率的大幅貶值 甚至是中國經濟通脹的全面爆發 看來啊 穆迪在發出這個新評級之前 他已經預見到了自己開口說這回真話很危險 中共啊按常規政治報復基本上是可以預見的 所以穆迪的主管在上週五就告訴他們的同事了 北京和上海的非行政人員不要進辦公室啊 香港的分析師們暫時也避免去大陸 金融時報就報導說說穆迪的駐大陸員工表示說 說他們沒有告知他們是什麼原因 但是每個人都心知肚明 對中共政治經濟現狀敢下刀的不僅僅是目的啊 美國著名的高盛集團也來補刀了 高盛就表示說中國明年恐怕會更差 他們發出研究報告 預估啊中國明年也就是2024年的經濟成長率 將從2023年的5.3%放緩至4.8% 並且呢表示說會延續疫情後的這種減速趨勢 進一步的預測到2030年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呢 將會跌到3%左右 與國際上的信平機構和金融集團相比啊 中國國內的那些富豪們他們的嗅覺和對自己財富安全的敏感度啊 往往會更加超前和果斷 12月6號新加坡的一家媒體報導說 數據顯示截至到今年的8月份 已經有699名中國的富豪選擇在新加坡設立家族辦公室 而2022年就有一萬名中國的富豪選擇 離開中國全家遷往海外 而每位富豪平均帶走約3500萬人民幣的財富 這就意味著什麼呢 這一萬名的中國富豪總計帶走了3500億人民幣的財富 那麼這些富豪都搬到了哪裡去了呢 據統計啊首選目的地是美國 其次是加拿大 澳大利亞 英國和新加坡 據《紐約時報》12月4號報導 很多中國人認為啊 除了離開中國 別無他法了 因爲什麼呢 他們現在擔心中共很可能將中國 帶入大面積的饑荒和戰爭之中 那麼富人如此 普通的老百姓會怎麼辦呢 據美國海關的官方數據 過去十年的時間被拘留的中國非法移民 加在一起是一萬五千人 那麼2023年一年啊 一年的時間通過走線這種方式 非法穿越美國的南部邊境 被臨時拘留的中國非法移民 有多少人呢 僅僅一年 現在就有2.4萬人 好了 這一次的時事金掃描 我們就聊到這兒了 別忘了支持我們訂閱 點讚 留言 並且轉發推薦給您的親朋好友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 再會了